财经焦点带您来看到 新台币对美元今天呈现续扁的态势 中场是收在32.45元 扁值了2.5分 专家指出美元指数持续的强势 甚至是突破了6个月以来的高点 来到106元 而接下来由于美国将要迎来街庆的消费旺季 一股美元将会持续的强势 而台币在年底之前恐怕会是一扁难深 不过也有望让以出口为主的电子业 以及制造业营收表现持续受惠 银色的外观如同工具箱的模样 其实是有线电视的放大器 是宽屏传输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随着全球联网技术不断发展 光电公司持续研发宽屏放大器以及光纤传输 继续在台币不断贬值的情形下 产品接单以及会对收益表现跟着受惠 我们的外销比较多是受益 贬值当然对我好处 因为我的大宗所有的市场是在北美 北美大概现在占大概60%到70% 那当然对我很好啊 我的整个汇率的贬值 台币的贬值对我来讲是加分的 在新台币相对弱势的时候呢 其实包括对台湾的制造业也好 电子业出口也好 其实都会是一个相当好的利多消息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从电子业的商品出口订单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新增订单的部分呢 是有明显的一个向上的趋势 台币的贬市助长电子出口订单攀升 尤其美元止住涨破106元 闯6个月以来新高 亚币普遍疲弱 新台币对美元13日持续贬市 盘中一度下探至32.528元 随后贬市收敛 中场收在32.45元贬2.5分 专家指出受到捷径影响 接下来美国将迎来传统的消费旺季 如果美元维持强势 台币在年底前可能将继续走贬 接下来需留意美国即将公布的CPI和PPI数据 观察美国通膨以及联准会降息的态势 对会市造成的影响 记者杨利安张浩普台北采访报道